人生第四次改名,阿嬌車姻緣食有錢仔 我關注了山寨嬌嗎? 你沒看錯,我是改了名 昨天她就無故宣布改名,粉絲都勾頭 這次已經是阿嬌第四次改名 出生時就叫做中迪三 兩歲時就叫做中嘉麗 入了英王又再改 現在就有同,變就同 她是想有一個新的改變,新開始 她覺得同字適合她多次 所以她改了同字,其實不發音都一樣 而且她會改成身份證 現在又不是整容,改名而已 聽了Manny說,粉絲不要再投反對票了 我們就幫阿嬌問過玲玲 她就說阿嬌,投名都旺她 不過改成同字,軟運就會好些 可以加強名氣運和姻緣運 當到她認識有錢男性的 35至40歲,還是她的結婚運 但8.2的姻緣就會好些 茶食阿嬌也挺迷信的 近百年爆閃卡事件 有傳她多次求見白龍王 希望指點迷津 白龍王就叫她復出丹碑 她也好期望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